疫情的两年多以来 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已经曝光了不少骗子 假冒招聘公司来骗取应聘者钱财和个人信息的案例 根据本台记者周慕云7月20日的报道 近日又有华人读者称 自己在招聘网站上面投递了简历 结果遇上了骗子 他过于广大求职者 在网上应聘时不要轻易地发送自己的个人信息 华人读者Wendy表示 近日他正在找工作 在网上陆续投递了简历 前阵子突然接到了陌生的来电 说他的银行账户涉及风险交易 需要核实银行的信息 由于对方在电话里 准确地爆出了Wendy的护照的号码 因此他一开始并没有起疑心 好在后来当事人反应快 及时识破了这个骗数 成功避免被骗 Wendy说 首先电话的那头并没有吵闹的背景音 这是第一个让我放松警惕的点 因为大多数电话诈骗都是印度人 口音浓重 背景音也是吵得不行 很难听清楚 而这个电话却非常清晰 而且它是美国本地的口音 对方在电话里核实了我的名字 自称是安全局的 还爆出了我的护照号码 这一步是大大打消了我的疑虑 因为护照是很私人的信息 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 接下来他说 我的银行账号设计一项风险交易 有非法分子利用我的身份 因此这次电话是非常重要的 是传唤我去法庭前的最后一次核实信息 所以他们需要我去一个单独的房间 保证周围没有其他的人 万迪表示 对方在电话里的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 让我真的心了 很紧张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电话中对方给了我一个地址 要我核实他的身份 网址的结尾是com.com 我在他提供的网站上 还真的搜到了他的警员号码和名字 最后的关键一步 他问我银行账户是多少 我却一下子疑惑了 反问他道 既然我的银行账户涉及犯罪 你会不知道我的账号是多少吗 那你怎么判断犯罪的是我的账号呢 对方还在狡辩说 银行提供的只有户主的名字 他们无权知道账号 我又反问他 我用的是哪一家银行 结果他当然答不出来 于是我直接挂掉了电话 事后万迪回想起来 他在投递简历的时候 曾经向一家所谓的猎头公司 发送过自己的护照的图片 当时对方说 要先做背景调查 再决定要不要进行面试 现在的骗子真是防不胜防 他们冒充猎头 只是为了连道具里的个人信息 进行账片 根据城市新闻社 7月17日